俄乌在马里乌波尔进行巷战的一段视频被广泛转载 俄军一辆行驶中的T12B坦克遭到反坦克导弹攻击 近乎毫发无损势力 从这段视频中能看出哪些门道 俄军T12B坦克为何能够死里逃生了 巷战被认为是最为残酷的战争形势之一 坦克在巷战中能够发挥火力大的优势 对隐蔽在建筑物里面的敌方进行攻击 但也经常腹背受敌 不知道从哪栋建筑的窗口就会发射出反坦克武器 而坦克又跑不动只能硬扛 生存环境特别恶劣 因此坦克演制尤为重视防护力 也就是游戏玩家经常说到的一句话 活着才有输出 尽管有许多西方媒体对T12B坦克进行大量黑化报道 但不能否认的是它是一款综合性能十分不错的坦克 其炮塔采用的是复合装甲结构 这样可以在不大幅增加炮塔重量的情况下提高防护力 最容易受攻击的炮塔正面防护力最强 因为厚度达到了300毫米 此外在炮塔周围 车体正面和两侧还贴满了小方盒子 这些就是爆炸反应装甲来进一步提高防护力 不过在面对美制标枪和英制新牢式 这些具备攻顶攻击的反坦克导弹的时候 还是非常危险的 视频当中 乌军使用的就是英制新牢式反坦克导弹 新牢式导弹的重量只有12.5公斤 携带方便操作简单 一个普通的士兵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学会单独使用 它的造价只有3.2万美元左右 采用视线预测制导模式 射手只需要在激活制导系统之后 用描具对准目标连续追踪3秒即可发射 然后导弹就会根据预测数据自主飞向目标 整个过程射手不需要考虑与目标间的距离 风速敌方运动目标速度等等因素 基本就是拿起来就用 此外新牢式导弹还具备发射时朝后方排放盐水 以综合尾艳的密闭空间发射能力和软发射技术 非常适合躲在建筑物里进行巷战 既然如此为何在乌军手里变成了哑弹 只是将俄军T-72B坦克的机枪撞毫了呢 原因就在于发射距离太近了 为了防止对己方造成误伤 反坦克导弹一般都有保险 新牢式导弹的有效射程为20到600米 也就是在20米之后才会打开起爆保险 而乌军伏击俄军T-72B坦克的时候 距离大概只有10米 起爆保险根本来不及打开 导弹就像铁块一样砸在了坦克炮塔上 估计坦克内的成员也吓得不轻 乌军士兵在如此近距离发射导弹 还是很有勇气的 但也充分反映出乌军训练水平严重不足 虽然拿到了大量西方援助的武器 大多是临时爆火脚 有的可能连英文说明书都看不懂 以至于西方国家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发布 西方反坦克导弹 便携式防空导弹等等武器的操作说明 不过随着战事的不断持续 这些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 在乌军手中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们对这些武器的熟悉程度也在不断增加 对俄军构成的威胁将越来越长